求求你了,我上有父母,我上有孩子 求求你了大哥 大哥,求求你了大哥 你不要罚我好不好 又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罚我啊 大哥,你找了我吧 大哥,你找了我吧大哥 大哥,我错了,你不要罚我,我没有钱 我真的没有钱 我真的这个睡意,今天我太难了 大哥,求求求了大哥,我们就去下跪了 来来来,大师妹吧,对不起 大哥,我别难了,大哥 你不要罚我了,不要罚我了,对不起 大哥,你不要罚我了,对不起 你不要罚我了,不要罚我了,对不起 你不要罚我了,大哥 大哥,你不要罚我了,大哥 不,大哥,你不要罚我來罚 об归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在长城拍机关 刚刚终于出转机关 非常明显 之前只是一片紫色 我们不是很确定 但是现在确定能够拍到十几万 这是另外一台机子 你看现在此刻的画面整个天空 整个天红肉也看都是这种样子 相机效果 你看相机看得到蓝色的 我天哪红色的白色的 我那个白珠和暗珠之间 接着了多少条 我天哪最强了 你看现在此刻的画面整个天空 我整个天红肉也看都是这种样子 相机效果 你看相机看得到蓝色的 我天哪红色的白色的 我那个白珠和暗珠之间 接着了多少条 我天哪最强了 这是最强最强的了 我天哪 绝了绝了绝了 20年一遇的红色极光 中国古籍中认为 血色天空的出现是凶罩 浴室将有大事发生 视频和照片显示 新疆阿勒泰 黑龙江墨河 北京 内蒙古 甘肃等多地出现了20年不遇的红色极光 星联CSVA摄影师王进在社交媒体上介绍 11日凌晨1点23分开始观测到极光 两点多开始炸开了 上一次有这么强的记录 应该是2003年 摄影师Jeff在新疆阿勒泰拍到20年来最强的极光活动 视频画面显示 特大地磁暴产生了绚丽多彩的极光 整个天空都是红色的 肉眼清晰可见的看到各种极光柱在不断变化 他在视频中惊呼 除了红色外 还有绿色极光 紫色极光也都出现了 现场真的是太梦幻了 内蒙古西林浩特也出现了红色极光 一位摄影师说自己是第一次在内蒙古拍摄到极光 网友纷纷惊叹极光的绚烂美丽 不过极光染红天空的一项 在中国古人看来却并非吉兆 唐朝道士李淳峰撰写的星瞻书 以四瞻中写道 赤气出天传众 不出一年有自立者 赤气漫漫血色者流血之下 赤气复日如血光大汉人民鸡赤底千里 赤云临为上东西陈国且复兵 赤气曲弦停住者旗下有兵血流 意思是说血色天空的出现预示着战争 饥荒 元宇 预示着政变 甚至会出现流血 政权和国军民运岌岌可危 中国问题专家 纽约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曾在《天亮十分》中表示 中国古代把极光称为赤气 赤的颜色就是红色 根据天人合一的理论 这在中低纬度见到极光的现象 意味着人世间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张天亮说 不光在北京出现了极光 此前在浙江周山和福建都出现天空变红的一项 因为中共党魁习近平主要是从福建和浙江发迹 所以其身边的主要官员 李强 蔡奇都是浙江帮 福建帮 这就等于习发迹的地方出现了凶兆 而这凶兆也会应验在习的身上 时事评论员杨宁在大纪元撰文表示 古人讲天人合一 天象与人间是对应的 如今血色天空在中共政治中心北京出现 传递着不利于中南海高层的大凶之兆 其处境已相当凶险 なんだろう uncertainty 山上 山形 二楼 三楼 四楼 你是不是太难了 我到底 父亲电厂 东邦热电 一热园 着火了 你这是最害怕人的 你这个 我差点 我杀死 看到这个东西 下来的灌热 倒离车上就完蛋了 太危险了 前方发生交通事 还在流入干凌 5月10日晚 四川甘孜雅江县路段 发生泥石流 导致多车被埋 有居民说 半夜被震醒 不敢睡 怕发生塌方 视频显示 天色已黑 天空下着雨 大量泥石流 从公路边的山上 流到公路路面上 多辆车被埋在泥土中 附近路段车辆排起了场地 在一家酒店的停车场内 多辆车的车身 几乎被泥石流完全掩埋 另有网民发消息称 川藏县雅江段 发生泥石流 睡到一半突然被震醒 有十多辆车被买 还在流这个沙泥 一半突然被震醒 现在醒了 才力量没有 差什么呢 差什么呢 适当降了 这个人是出色的 你现在知道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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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